來囉 最後一抽到底這角色 有沒有可能機會抽到 10抽了 1 2 3 我好害怕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丹菲來了 我是丹菲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 守護永恆帶 這一期我們要來看 英雄歸來 我們超人地霸王 聯動活動的抽牛蛋 沒錯 丹菲這一期抽起來 哇這個精彩 蛤是嗎 我們先來看 可以擠抽 不對我們先了解一下詳情 我們來看一下官方 對於這一次聯名活動 英雄歸來 阿歐跟超人地霸王的聯動活動 有什麼好看可以拿 首先就是九宮格的拼圖 只要在活動期限內 每天有上限 就可以解他的活動 而且我發現後來 官方改了一個 參與活動的方式 這個我們放在給他再來說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活動期間是7月17 到8月1號的凌晨5點 所以等於是7月31號的晚上 你睡覺簽就要完成 大家不要錯過了 這次的聯名活動 而且是復刻版 丹菲看起來 還是有不少好康 我們來看 裡面重要的獎品有什麼 首先一定是扭蛋幣 然後在一些有的 其他什麼好運幣 符文石 現在閃耀的符文石 跟星級的都非常重要 打非常缺 因為他一直開新英雄 大家每個都要湊到7級 然後最後一塊 他送了超人力霸王卡片 目前市價多少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丹菲祭的好像是4000多萬 他的能力是 對動物跟惡魔種族的 魔物傷害加8% 他是40卡 人形種族減傷加2% 存入生命上限加72 解鎖物防加4.5 那他原本叫奧特曼卡片 現在叫超人力霸王 好下面像這個 林靜宇公 就是每日活動 連續5個任務 那丹菲剛剛說 關於活動這部分 而且是所有 所有後來的活動 都變成怎麼樣 就是譬如說5天活動 你如果有一天沒有上限 你就只能解當天的任務 改成 譬如說你中間錯過了2天任務 你第三天來解 你解的 第一個任務 當然是原本大家第一天解任務 但是你可以繼續解 你這任務解完 他會馬上跳出第二天任務 第二天任務 你再解完 就跳出原本當天 應該出現的第三天任務 意思就是說 你完了2天 你還是可以在1天之內 解到3個任務 把前面2天的任務 一次解回來 基本上 你在這時間內有上限 都可以在活動結束前 解完所有的任務 非常貼心 非常貼心 這任務改動 非常好 接下來 林靜宇公他可以得到 超人力霸王的扭蛋壁 跟星雲之力 好大家記清楚 前面4個 就讓5天只有5個星雲之力 再加一個 啪啪歐布圖紙 就頭上的超人力霸王的頭式 第二個活動 危機 怪獸入侵 那他可以獲得 牛蛋壁 N78 星雲之力也是5個 最後 怪獸卡片 複手卡 好 如果大家想要仔細看 可以按暫停 可以仔細的確認一下 他的能力 跟他的外型 再來是打賞勝利 無課狀態下 你只能拿到5個星雲之力 前面活動3個 加起來15個星雲之力 好 再來是光之果一番賞 如果你是無課 你只能拿到最前面的5個 N78 星雲浮袋 好 這5個 你會拿到5個光之解晶 大家記清楚這5個 這5個 在之後可以換到你所欠缺的 N78 星雲之力 然後 格拉摩水儀原本第一次推出的時候 只有一個配色 最前面的咖啡色配色 那當初的售價是3億多 現在這一期推出了另外兩種配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紅色 好紅色蠻沙的 紅色蠻沙的 好這邊有寫 格拉末睡衣系列 街舞貓族外觀 有沒有看到 哇小貓咪不能變怪獸了 那新推出的格拉末睡衣 紅色跟黑色 它的存入跟解鎖都不一樣 表示它存入的格子 不是放在同一個框框裡 好接下來就是禮包 有課金的玩家 可以參考一下 有沒有你需要的 好接下來就是超人力霸王 迪卡 這是時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時裝的外觀 記得當初這角色 剛推出超人力霸王的時裝的時候 它的能力更犯規 它在打怪物的時候 會慢慢的變大隻喔 後來好像改掉了 因為剛推出的時候 我記得是有人穿了這一套時裝去打 穿這套時裝去打年獸 然後越打越大隻 因為大家知道打年獸那個畫面是所有人都聚在同一個地圖 增加伺服器的負荷 那導致很多人 因為這樣子 當場斷線啊 那一次的過年活動好像補償了蠻多次的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越打越大隻的能力 應該是改掉了 不過是老玩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當初也是被搞斷線的那一位 超人力霸王迪卡 也沒有喵主要管 喵喵好可憐喔 喵喵 喵喵這麼可愛 怎麼可以不給喵喵 好 光之結晶兌換商店 裡面可以兌換到M78信印之力 所以如果你要拼湊到第九塊拼圖的時候 這20個信印之力缺少的數量 你必須要用這個光之結晶來補齊 你才可以解鎖第九塊拼圖 丹菲已經在看到的時候 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 公布在丹菲的臉書社群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訂閱丹菲頻道 點讚按讚這期影片啊 到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幫你賺到的那張超人力霸王卡 價值多少錢 幫你保住了 官方開始玩一些小心機啊 好 再來就是 竟然推出了聯動活動的頭飾 身心的這種 這種 這種慘無人道真滅絕無刻玩家的 真的好啦 無刻沒關係嘛 我們就是玩最基本的 我沒錢呢 那你要有好的遊戲體驗就客機嘛 沒有對錯 就是個人選擇 那我相信無刻玩家也很多 因為無刻也是可以變強的 如果有一直在收看丹菲頻道的 就知道 就算你是無刻 你也是可以強到一個程度 頭飾身心呢 我們看這邊的圖示 最少要150個 我們等一下一起結合遊戲的畫面 再來看 到底需要幾個信印之力才可以身心 那如果要150個 那無刻就可以跳過這一趴了 接下來就是扭蛋機的外觀 首先是時裝 這是隊員服的部分 男女 存入是加生命 解鎖是雙共加1% 也沒有瞄足外觀 可憐啊 然後是超人力霸王的 解鎖跟歐步時裝 存入加200生命 解鎖雙共加12 也沒有瞄足 好這一期瞄足的玩家 你不用看了 我還生氣 卡 能不能加一些女人味啊 我還生氣 屁 其實也還好 因為現在職業隊切來切去 只是很可惜啊 像之前的迪士尼啊 都有做瞄足的外觀 誠意差很多啊 是不是人員精簡了 好 接下來是投飾的部分 希望這一期 單飛可以抽到 很多很多很多沒有的投飾 增加一下存入 下面都機率不分了 好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了 我們來 英雄歸來一下 閃電舞騎士 威斯瑞 直接殺死 無數侵略地球的怪獸 跟著一些暴君恐龍 七十年代 曾經鋒名積許青少年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是假的 準備來抽我們的牛蛋頭式 單飛5個角色 來看一下有多少的牛蛋比 還有 剛剛的疑問 現在一一來解答 首先我們來看 第九塊拼圖 他要20個 幸運之力 就可以拿到 超人力霸王卡 目前的單價是 登登登登登登 4589萬 有訂閱單飛的頻道 你就不會 Miss掉這 4500萬的卡片 而且這張卡片 是視頻卡 在你角色培養初期的時候 非常有用啊 它是對動物 跟惡魔種族傷害 加8% 非常的夠力啊 4500萬賺到 希望每個 訂閱單飛頻道的朋友 都能 把這4500萬賺到手 還有就是 我們來看 奇蹟魔術營 裡面都升星 哦沒錯 最少要150個才可以升星 哦 有有有便宜的 有便宜的 有便宜的 有25個可以升星的 這背包 哦 這有加物攻 這有加物攻 啪啪貝蒙斯塔 雙攻加6 哦 這也有 啪啪巴勒坦 雙攻加6 哦 這個超力霸王要 50個 春露加12 就是對半就對了啦 加生命有啦 好 25個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可以抽幾個呢 我們可以抽幾次呢 我們這次 來到扭蛋機前 好久沒有到扭蛋機前了 試一試 哦 有人想要看單飛抽 這期的厭食裝嗎 有嗎 就有留言想要看單飛就來抽 哦 這小像有張卡片要抽哦 哦 卡片時間要到 這一期可以抽卡片 四手器 好 連動復刻 男隊員 看一下動作 哦 其實蠻帥的 我覺得解析度有差耶 哦 好 很中二 非常適合 非常適合他的角色 好 再來是 哇 頭好大 閃電舞騎士 Wid 3 超人力霸王 潔弱 哎呦 還會自己轉身耶 哎呦 很會 再來 超人力霸王 哦不 哎 我還自己擺Pose 哦 這可以 這可以 這動作讓我想到有點相撲的感覺 我們再看一次 哦 哦 哦 哎呦 哎呦 接下來是 頭盔 頭盔蠻帥的 再來就是貝斯 哦 貝斯蠻可愛的 還會動 哦 這個已經有了耶 頭是有一個 啪啪金鼓橋 好 哦 還有兩個 總共有三個 這角色有抽到三個過了 飛燕當初真的很難抽 當初應該很多人花了不少錢抽這隻飛燕 這很帥沒錯啦 好 總共一百六十個幣 再加免費一抽 應該是六抽 到底這一次的抽人力霸王 抽取機率到底好不好呢 官方佛不佛 還是出來割韭菜的 首先 我們來抽塔片 那如果每個角色沒有錯的話 都是可以六抽 好 首先卡片扭蛋 四手技 到底豬頭王抽到什麼預測卡片呢 一二三 好 幽靈堅持 好 表示 咻飄渺 沒有機會 沒辦法 一定要這樣解讀 到底有沒有辦法抽到時鐘呢 其實蠻高的耶 就0.88 0.88 有沒有其他東西啊 它上面是寫 主打啦 主打 燕的謝禮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垃圾啦 來囉 首先免費 第一抽 到底 第一抽會抽到什麼東西啊 這是有抽到過的嗎 好像沒有耶 啪啪底卡 啪啪底卡農 抽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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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夠 來囉 準備 第二抽 一抽就重頭式 太恐怖了 時鐘碎片 第三抽 哦 莫哈 第四抽 碎片 第五抽 左邊 一直在看左邊有沒有跳get的 你知道嗎 哦 又一個背包 五抽兩頭式 太恐怖了 來囉 最後一抽 到底這角色 有沒有可能機會 抽到 時鐘碎 一二三 我好害怕 我的片子 我真的好害怕 噴噴 哇重複了 哇 還能重複是吧 不過抽取機率蠻高的耶 六抽中三耶 表示二分之一的機率耶 很高耶 而且這好像可以換掉 可以退掉不是嗎 不是可以 不是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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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換掉嗎 換一個 欸對 兩個碎片也沒用 因為 這也不夠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增加 我們的存入 就是讓他升星 哦 物攻加六 把原本都取出來了 哦 三個 我們要增加 雙攻加四 啊 就加四而已嗎 好 這角色 可以兌換的 只有雙攻加四 超人一把王低塔背包 峻子力不夠 雙攻加十二 好 我們來畫 雷蒙斯塔 聖星 確認 哦 獲得一個聖星的啦 猴士不能交易 雙攻加六啊 我們剛剛寫雙攻加四 好 他的能力是屬於防禦部分的 好像也不錯啦 魔防也加五 最多加三層就是十五 十五再加上面二十耶 好像不錯耶 好像可以留著 其他再存回去 好 這兩個是珍惜抽到的 哈巴迪卡 加生命六十 再是這個 很可愛的超人一把王低卡 但他不會動 怪獸都會動 他不會動 好 雙攻加六 賺到 好 這一期角色 雙攻加十二 我們換 第二角色 欸 怎麼變這個啊 好 豬頭王下台一鞠躬 所以請記得訂閱丹菲頻道 打開小鈴鐺 那幫丹菲這期影片點個讚 丹菲辛苦做影片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奢求 就希望大家 點贊丹菲影片 訂閱丹菲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有能力的朋友 歡迎加入丹菲的會員 你的一點付出 對丹菲的幫助 卻是無比的大 那謝謝加入丹菲會員的朋友 讓丹菲有持續拍好影片的動力 希望可以繼續支持丹菲 支持這個頻道 有你們訂閱丹菲真好 有你們加入會員更好 我們下期見 大家拜拜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會員 麻煩 你 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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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 賺